大家好! 歡迎回大家的頻道 今次我想和大家做一個Fashion Item的分享 而且自己都很久沒試過做一個有關分享一下衣服鞋襪的影片 這次我買的產品其實都蠻顏色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次分享的東西大家可能會喜歡 那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立即開始吧 第一件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件很顏色的TOP 就是Nike他們出的彩虹的類似Polo Shirt 但其實它是有點CROP的 你看到它這裡是有一點收回腰的 它就不是一件非常長的T Shirt 那我自己為什麼會喜歡這一件呢 首先它是很Vintage的 我覺得它有點像在Stranger Things會出現的一件衣服 自己也很喜歡它的袖子 其實是偏長一點的 第二就是它的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它是彩虹條的顏色 我自己覺得它的顏色很鮮艷 因為我其實也很喜歡這些很Colorful的衣服 那這一件衣服也是非常容易搭 上次其實我都搭了一條黃色的長牛仔褲 那我覺得平時如果你搭一些classic的長牛仔褲 或者牛仔裙其實已經很好看了 所以我也推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一件彩虹色的Nike 那我當時在ASOX買的 我想現在應該都還有可以買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呢就是到兩個要介紹的shoulder bag了 那今年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呢 其實都很多女生都喜歡搭這些shoulder bag 翼下包的袋子 但其實shoulder bag大致上都是偏長條形 然後有一條短的繩子可以讓你搭在這個位置 那其實很久以前已經流行這些袋子了 那今年2020年的fashion trend又回來了 那所以我這次也買了兩個shoulder bag 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覺得其實shoulder bag是非常容易carry 就算你普通穿一件T恤牛仔褲 跟著再加一堆鞋 跟著呢再揹上一個可能sharp一點的shoulder bag 或者可能普通正式有一點紋的shoulder bag 令你整個outfit好像立刻特別了 那所以我覺得袋子在你穿衣服上面 其實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item來的 那首先第一個袋子就是這個JW皮 就列個名字在這裡 因為我怕是討論錯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比較便宜的shoulder bag 那我沒有記錯呢 它官網長期都是原價500多元 那現在呢就是200多元 我自己覺得這個袋子是非常之划算 它首先它有很多很多顏色 它不是只有這些深色的顏色 它還有很多淺色 pastel 紫色 綠色 粉紅色 黃色 它有非常非常之多選擇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 對很多女生來說 如果有選擇群男症可以買兩個 那我自己就選了這個綠色 還有它有一點鱷魚皮的紋 那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喜歡一些比較classic 一些成熟一點的shoulder bag 那所以我就選了這個顏色 但我自己覺得呢 我應該其實要入一個是淺色 可能它其他pastel色的顏色 我都覺得那些很漂亮 所以可能我自己也會買一個 但是呢 這個袋子我已經是用過 無數這麼多次了 我想已經真的用過很多次了 而且每一次都是放很多東西進去 你不要看它好像 很細很扁 我想說它容量是非常之大 基本上你現在所有的清潔 比如消毒啫喱呀 紙巾呀 女生的化妝品呀 或者其他東西的淋淋淋淋淋淋的東西 其實你全部都塞在一個袋子 真的那些位置是綠綠有餘的 所以我覺得是 很推介這個shoulder bag 而且它的價錢真的不貴 所以它這個款式呢 就算是其他顏色或者pattern 我也覺得是很適合大眾可以背到 所以我也很推介這個品牌 第二個shoulder bag 其實就是一個真的vintage的shoulder bag 我自己在IG購買的 就是Prada的紅色尼龍肩袋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袋呢? 因為Prada也有推出很多2020版尼龍的袋子 無論是肩袋還是其他比較大的袋子 今年也推出了很多新款 因為今年也流行這個質感的袋子 我之前也有看過 因為我覺得Prada的肩袋其實很classic 很漂亮 但在價錢上其實也偏貴 你可能見到6,000元 或者有些去到1,000多元的都有 所以我剛巧在這間IG購買就看到它有這個紅色的Prada肩袋 我自己覺得非常漂亮 正正是我想要的一個袋子 當時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是否要買呢? 會不會買了之後又很難背 因為始終它是紅色 它其實不是一個鮮紅色的顏色 它就是一個比較暗一點的紅色 所以背上身的時候 你不會突然說 有一樣很紅很sharp的東西 突然在外表上 pop up 這個顏色其實非常容易carry 還有呢 其實我想想一下 它比黑色袋 其實還更加出 更加有那個vintage的feel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之前買的這個袋子已經是偏深色 它也可以當是一個joyclassic的 但它的容量就沒有這個那麼大 如果我現在這樣compare 大家應該會看到這個容量是大非常之多的 而且始終它是尼龍 它也是比較軟的 所以你也不可以放太多的東西 壓到它變成型 或者可能它整個形狀會很不漂亮的 所以你要放東西的時候 這個袋子就要放得整齊一點 就不會讓它的形狀變得很奇怪的 但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個袋子 我覺得比起外面的2020款其實是值得很多 但我又不用付這麼貴的價錢 而且我想說 雖然是二手帶 其實我想說它保持得很新正 而且基本上好像新的一樣 我不是很介意是二手 因為我覺得它保持得很好的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袋子 也覺得很開心啊 買到這個袋子 希望現在介紹拖鞋不會太過遲 那我就有一雙拖鞋想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形狀的拖鞋 大家看到好像有點奇怪 因為其實我是很喜歡這些設計的拖鞋 拖鞋還是涼鞋呢 我們叫它是高跟拖鞋 其實你看到它側面已經是很漂亮 我當時看到側面 覺得我一定要買這雙拖鞋 第二 為什麼我會買這雙拖鞋呢 我覺得有一部分都是因為它的頭是一個很奇怪的形狀 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像很奇怪的 但其實它穿上腳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自己的腳其實不是非常幼 所以我穿這些涼鞋的時候 我是不可以穿一些剛剛好太太太太收腳 或者太窄的一些拖鞋 如果因為穿得太窄的話 就會顯得腳不夠收長 所以我通常選這些涼鞋 或者拖鞋的時候 我都會選一些頭 可能比較方 比較大一點 就會對鞋長一點 和形狀大一點 就會 contrast 到腳是會幼了 和長了 我不知道大家平時在IG有沒有看到我穿一對白色的鞋 我會經常穿它 好像穿完高衫鞋之後是完全沒有痛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也對這個牌子有一個挺好的印象 但這雙鞋我第一次和第二次穿 都是刮腳刮到爆炸 坦白說 這一雙鞋第一第二次穿 是真的令我很難忘的 是否有點覺得我不敢再穿這雙鞋呢 因為我覺得都真的挺痛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都真的走很多路 一開始都考慮到 其實它的鞋都不算非常高 而且它整體看下去也不需要用到前面這個位置太多 但其實它的重點並不是它的斜度很斜 重點是你看到它這裡 有一塊這塊東西 這個皮的位置是刮到我腳趾的面上 是被這塊東西刮到起水泡和脫皮的 所以我當時就很害怕 買完之後 穿了發現原來這麼刮腳 所以第二次穿的時候 我也是有點覺得鼓起勇氣再試一下 但是 unfortunately 第二次穿也是有刮腳的情況 但是第三次我就給了一次機會 應該可以再試一下 因為我也很喜歡這雙鞋 而且我也覺得它是挺漂亮的 穿到我的腳 所以我再三次就給了一次機會 那天還要剛好是真的要在上環那些位置 是要不斷上上下下 不斷走樓梯走升的 但是竟然它完全沒有刮腳 我完全是非常驚喜 因為可能我第一次的時候 已經將它這個位置的皮穿得鬆了 所以就變了第三次穿的時候 它就已經是非常軟軟 很舒服 所以我第一次穿的時候 我走那麼多路 我竟然完全沒有刮腳 也沒有刮腳 就像Dr.Martin那樣 你穿了一段時間 你穿到你的腳 才會慢慢會認到Dr.Martin 因為我想很多有穿過Dr.Martin的人 都知道Dr.Martin是一開始穿的時候 是硬到爆炸 那我想它的概念 第一樣 可能真的要穿到皮 比較鬆一點 才去到舒服的位置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大家 都想入手這些拖鞋的話 就建議真的要有些心裡準備 可能這些位置會刮腳 然後就是有兩件 我還沒穿的衣服 但是呢 剛好它就前幾天到了 我今天想拍這段影片 我就順便說 哇 我拿完兩件衣服 之後 很塵 馬上鼻敏 好多塵 我拿完這些衣服 所以我就給大家看看 他們的包裝 就是這樣的兩件衣服 大家可能已經看到 早財貓的樣子 這個牌子就是 Kina & Tan 就是一個 其實我在Facebook App 看到他們的衣服 然後就 買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在Facebook上 看到這個App 之後就買了 嗯 因為我給他們的圖片 和他們的顏色 吸引住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一些很色彩的衣服 大家都應該知道 所以第一件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So cute 哇 它大到可以遮蓋整個鏡頭 它就是這樣的 是不是超可愛 哇 我真的覺得這件衣服 非常可愛 它就有些花花在上面 還有我覺得它的顏色拼搭 是非常漂亮 它是紫色綠色 然後紅色黃色 我覺得它的拼搭是超級漂亮 這件衣服其實不是就這樣穿的 你可以就這樣穿 但是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買這些這麼大的 這麼over size的背心的話 其實裡面可以穿 褲子 穿襯衣 在裡面也可以 T-shirt 在裡面也可以 其實是任你配 或者我覺得呢 如果你穿長裙 或者有些拋拋裙 這個再穿上去 又是另一個風格 所以我覺得這件衣服 其實在很多不同的OFIT上面 都可以玩到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我都很推介 大家可以去看看 第二件呢 就是一件長袖的衣服 為什麼我會買這件衣服呢 其實它的型是比較基本的 但是 非常之可愛 是一個招財貓的圖案 而且我欣賞的是它的袖 它兩邊的袖都有字 而且它的袖也挺特別 就是它這裡會有幾條間條 一邊就是寫著幸運 另一邊就寫著健康的 那這件衣服呢 其實就 我覺得它的型是比較基本的 就是它沒有很特別 好像剛剛會有Oversize 跟著有Clock 那我自己就覺得這件衣服 其實可以配一些短裙 或者皮裙 那之後呢 再穿一對Boot 或者球鞋 就已經很好看了 而且呢 我覺得它的招財貓 好可愛啊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也挺喜歡招財貓 我不知道大家記得 我去年生日 我有一張照片也是這樣 扮招財貓 而且它的網站 還有其他很可愛很漂亮的款 我只買了這兩件 因為我覺得如果再看下去 我應該會買了很多冷衣 但是又沒有機會穿 因為現在天氣 其實也不算可以穿冷衣 希望稍後有機會 可以穿給大家看看 那最後一件事 就是Ambush的耳環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一雙耳環 sorry 不是這一雙 是這一雙耳環 好 我要先用這個化妝 首先給大家看 看不見 看不見 扣針 然後下面呢 有個心心的 那它只有一隻而已 它不是一雙的 所以我通常 因為我戴耳環 因為我的耳孔 通常都是在左邊的 通常我會戴在左邊 我自己是覺得 好漂亮啊 因為我覺得 反而它單隻 還特別是兩隻在一起 因為其實它都很重 而且它的質素 其實都不錯的 我覺得它偏重一點 因為其實它這個心心 都很重 但是有一次我出去拍攝 差不多拍了十個小時 其實我回到來 我的耳朵都不是說 覺得很痛 可能因為它扣針的扣法 是整個層 然後扣著 那它就不像一般耳環 會拉著你整個耳珠 耳朵戴上去的時候就不痛 但是呢 都提提大家 這個耳環 其實真的我買的時候 我是覺得 有點猶疑 其實它價錢 都真的 挺貴的 那它當時呢 原價是二千多元 那它就半價了 就是一隻耳環 有一隻耳環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真的 很 會很肯去 投入一些 手飾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真的喜歡這個設計的話 我都會願意給 一個貴的錢去買 或者有人會覺得 一千元買一隻耳環 會不會好像很不划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這隻耳環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我自己很喜歡 穿西裝褲 或者有時候 可能會穿得比較型格 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耳環 簡直是一個點綴 令整個outfit 哇 馬上再有型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耳環 我買完之後 我都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它其實都 可以經常戴到它 你不要看它覺得 它的設計會不會很難 但其實它不會 我自己覺得 可以真的經常戴 那我就會把連結 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希望它現在還有做 這個半折 希望大家可以買到的 今次的fashion item 介紹就已經完畢了 那天都開始嚇 因為大家可能已經看到 我的背景 開始嚇嚇你了 那我最近就發現 有很多新的朋友 就加入了我的channel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有 40,600多的觀眾 是subscribe了我的channel 如果你是剛剛subscribe了我的channel 又看了這段片 又剛剛看到我現在的moment 很感謝你subscribe我的channel 希望你繼續like和comment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